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海风守护着风之谷 浮海的毒气无法抵达这里 风之谷的人民便一直过着祥和安定的生活 身为公主的纳乌西卡则是一名遇风而行的少女 亲地善良的她不仅热爱一切生命形势 还经常到浮海中探险 某天 戴着过滤面罩 驾驶滑翔翼的纳乌西卡如往常一样 前往浮海寻找新的材料 而让她欣喜的是 林中竟然有一个蝗虫刚刚退掉的壳 作为浮海中最大的生物 蝗虫的壳肩不可摧 是制作道具的最好材料 由于孤身行动 纳乌西卡只能先卸掉壳上的眼睛部分 而这个透明的半球体清并坚固 帮她挡住了突然袭来的包子血 但这时 纳乌西卡却听到了不远处传来的枪声 而为了救下这个被虫族攻击的旅人 纳乌西卡赶忙丢下壳子前往高处鸣枪示意 对方似乎领会了她的意思 随即朝那里跑去 纳乌西卡则赶忙收拾装备 驾驶滑翔翼朝森林边缘飞去 并很快看到了那个来势汹汹的蝗虫 而为了阻止因愤怒失去自我的蝗虫 纳乌西卡赶忙扔出了几枚闪光弹 蝗虫随即陷入了恍惚 纳乌西卡则趁机鸣起虫敌安抚了蝗虫的情绪 在纳乌西卡的努力下 彻底冷静下来的蝗虫缓缓返回了森林 而带两人到达安全地带后 纳乌西卡发现 这个旅人竟然是自己久未谋面的老师尤巴 老师的出现让纳乌西卡十分高兴 尤其是尤巴还带来了一只她从大王蜻蜓口中救下的狐松鼠 虽然小东西在纳乌西卡的逗弄下选择反击 可受伤的纳乌西卡并没有生气 而是用平静的语调安抚了这只惊慌失措的小森林 眼看纳乌西卡身上有着能让动物们平静的天赋 见多识广的尤巴也觉得惊叹不已 随后 尤巴和纳乌西卡一起返回了风之谷 在得到了大家的热情迎接后 他便去看望了久病在床的国王 并将沿途所见告诉了纳乌西卡的父亲 虽然尤巴忍不住为那些被浮海吞没的城市叹息 但老婆婆却安慰她不要过于悲观 因为按照传说所言 身披蓝衣的勇士终将会在金色的麦田里拯救苍生 第二天凌晨 正在休息的纳乌西卡被侍从叫醒 并在黑色的云层中看到一艘都鲁美奇亚的飞船 正以诡异的姿态向风之谷飞来 纳乌西卡随即驾驶滑翔翼上前帮忙 但她发现船头已被虫子包围 对方根本听不到她的呼喊声 随后被虫子袭击的飞船坠毁在了山谷里 上前帮忙的纳乌西卡则在残骸中救出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少女 而这个少女正是被布鲁美奇亚抓住的培吉特公主 在交代纳乌西卡将船内的货物毁掉后 少女便弃绝身亡 爆炸声和火光很快引来了城中的居民 而在残骸的周围 他们遇到了一只伤痕累累的牛蒙 眼看牛蒙在呼唤伙伴 有人便建议将它尽快杀死 可一旁的纳乌西卡却旋转起手中的虫笛 帮助牛蒙重新飞上了天空 在纳乌西卡的带领下 牛蒙安全返回了森林 而这一切都被不远处巨大的蝗虫尽收眼底 之后居民们烧毁了被飞船带出来的有毒包子 可他们很快就在飞机残骸中 发现了一个怦然跳动的巨大肉流 而这让尤巴忍不住想起了之前听到的传闻 那就是好战之国多鲁美奇亚 在培吉特王国的地底深处 挖出了当年7日便烧毁了旧世界的远古神物巨神兵 而此时正在收拾残局的纳乌西卡 发现了多鲁美奇亚的飞船 飞船刚一降落 士兵们便包围了城中的百姓 并杀掉了正卧兵在床的国王 父亲的遇害让纳乌西卡十分愤慨 他立刻出手打倒了屋内的士兵 并袭向了带头的参谋 可突然出现的尤巴却出手阻拦 因为他们如果冲动用事 那么城中的百姓一定会受到牵连 而在尤巴的劝说下 双方同时停手 纳乌西卡也在悲痛中昏了过去 之后 带队的指挥官库夏娜站了出来 作为多鲁美奇亚的公主 收到指令的她奉命前来寻找坠机的巨神兵 而由于飞船无法运载超重的巨神兵 也为了不让这个秘密武器落入庸人之手 库夏娜便决定直接在风之谷唤醒这个怪物 除此之外 为了说服风之谷的居民 库夏娜保证在唤醒巨神兵的同时烧毁浮海 让人类不再畏惧虫族的侵扰 但她的决定却遭到了老婆婆的反对 在老婆婆看来 这已经不是人类第一次尝试烧毁浮海 可每次尝试都遭到了亡虫的疯狂反击 而那些历劫而死的亡虫最终也变成了新的苗床 帮助浮海继续扩张 可野心勃勃的库夏娜根本听不进任何劝告 她向所有人说明此事后 便命令风之谷交出五名人质一同前往培吉特 此时的纳乌西卡已经在老师的安抚下认清了现实 为了不让更多的平民受伤 她只能被迫作为人质上传 但在临行前那晚 尤巴在纳乌西卡的卧室里发现了一个秘密隔间 那里栽种着女孩从浮海中带出来的各种包子 而让尤巴意外的是 这些包子在深层井水和井沙的滋养下 竟然失去了原有的毒性和瘴气 纳乌西卡则通过多年的观察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浮海之所以瘴气弥漫 是因为整片土地都遭到了污染 发现这个秘密的纳乌西卡 原本想要找到治病救人的方法 但由于外敌入侵 她只能关闭水泵 另游多年来进行种植的花园枯萎 而在随船起航之后 众人发现多鲁美奇亚的飞船成编队飞行 似乎是在高度戒备着什么 而在飞行的途中 他们果然遭到了培吉特炮艇的攻击 随着一架架飞船爆炸坠毁 纳乌西卡所在的飞船也遭到了重创 眼看越来越多的人死于飞命 纳乌西卡便勇敢地站在船头阻止对方的进攻 这让炮艇驾驶员立刻吊转机头朝远处飞去 只是炮艇的避壤导致她自己遭到了攻击 而随着炮艇坠毁 纳乌西卡所在的飞船也面临爆炸 危急关头 纳乌西卡让随行米特为风之谷的炮艇松绑 并带上落单的库夏娜 一起逃离了即将坠毁的飞船 在战气中前进的众人很快看到了一河飞船脱离的货机 而为了说服爷爷们丢掉货物听从安排 纳乌西卡冒险取掉面罩向大家说明了情况 随着货机减重 众人安全地停泊在了浮海中的水面上 可异类的出现也让生活在浮海中的虫族开始激动起来 于是在库夏娜掏出枪威胁众人时 纳乌西卡便示意她不要惊动正在上空盘旋的大王蜻蜓 但对于第一次深入浮海的库夏娜来说 周围的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 尤其是从湖水深处游上来的王蟲 更是让原本气焰嚣张的她忍不住瑟瑟发抖了起来 面对无数将它们包围的王蟲 纳乌西卡却一脸平静地走上前去 并任由他们伸出处须进行探查 在璀璨的金光中 纳乌西卡似乎看到了美丽的麦田 并听到了童年时最动听的歌谣 可意识到纳乌西卡等人并无恶意后 王蟲却突然眼睛赤红地朝着另一个方向涌去 纳乌西卡见状立刻明白 刚刚坠毁的炮艇飞行员并没有死去 此时幸存的飞行员正在疯狂地开枪射击 可他的行为却彻彻底地激怒了保护浮海的虫族 幸好纳乌西卡及时赶到 他才没有坠落虫头 只是纳乌西卡也没能躲开巨虫的攻击 而随着滑翔翼受损 两人一起跌落到了谷底深处的沙地上 飞行员本想救出昏迷不醒的纳乌西卡 但他很快发现沙子开始流动 两人也很快被流沙吞没 而在昏迷时 纳乌西卡梦到了自己幼年时救下的亡虫幼崽 以及他无力保护这个小生命的痛苦与无助 可当他再次醒来时 他却发现自己竟然在一片无法形容的世外桃源中 这里的水流清澈 空气也十分洁净 此时飞行员正举着他的滑翔翼赶来 而在感谢了他的救命之恩后 飞行员告诉纳乌西卡 他是来自培吉特的王子阿斯贝鲁 而通过调查 纳乌西卡则立刻意识到 浮海中的树木菌类会将大地的污染物吸收 并生成美丽的结晶 然后枯死化成了沙石 在经历了千百年的沉淀后 被人类污染的土地逐渐得到了净化 而这也是虫子们保护浮海的真实原因 得知此事后 纳乌西卡在欣喜之余 又将公主遇害的消息告诉了阿斯贝鲁 虽然得知自己的妹妹已经在风之谷遇难 但阿斯贝鲁还是十分感激纳乌西卡的出手相救 与此同时 在风之谷孕育的巨神兵即将苏醒 而一直躲在暗处调查的尤巴 也得知了飞船遇袭的消息 接到通知的他 很快见到了逃回来的众人 而发现库夏娜依旧活着后 他希望可以用库夏娜和多鲁美奇亚谈判 可正当众人商量对策时 负责打探情报的孩子 却突然冲进来告诉他们 之前的有毒包子并没有被处理干净 而为了不让风之谷的植物被进一步感染 大家正相聚在城堡周围 索要烧毁包子的喷火器 赞大指挥之职的参谋剑壮 立刻下令将工具还给众人 虽然城内的居民拼命抢救 但所有树根里都已出现了枉死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将这片孕育了300年的森林烧毁 与此同时 纳乌西卡正随着阿斯贝鲁返回培吉特 可两人远远便看到了无数被烧死的虫子尸体 而城内更是一片狼藉 所有人都已经不知所踪 此时 一艘培吉特的翻艇突然出现 在见到了飞艇上的指挥官后 纳乌西卡得知了培吉特的真正计划 原来 为了夺回巨神兵 培吉特人计划将虫群引向风之谷 彻底消灭 驻扎在那里的多鲁美奇亚人 听闻此事的纳乌西卡难以置信 虽然他拼命将真相解释给了指挥官 但对方还是将他制服 并禁止他向风之谷报信 一旁的阿斯贝鲁本想帮忙 可他也被偷袭陷入了昏迷 幸好在事情还没恶化之前 阿斯贝鲁拜托母亲利用送饭的机会 将被囚禁的纳乌西卡换了出来 此时 翻艇上的所有女眷都得知了 纳乌西卡对公主王子的救命之恩 他们对指挥官之前的行为更是十分歉疚 而就在纳乌西卡准备驾驶滑翔翼 偷偷离开时 多鲁美奇亚的飞船突然出现 并开始对毫不设防的翻艇发动攻击 眼看多鲁美奇亚的士兵趁机冲上了翻艇 阿斯贝鲁便一脚踹上了滑翔翼 帮助纳乌西卡趁机离开 与此同时 风之谷中的居民趁机反扑 想要脱离多鲁美奇亚士兵的控制 但由于实力过于悬殊 他们还是被多鲁美奇亚人围堵在了城外的废弃战舰中 此时 挣脱束缚的库夏娜已经跑回了城内 重新掌握指挥权的他并没有选择立刻攻击 而是静待着最终的结果 另一边 逃离翻艇的纳乌西卡 再次遭到了多鲁美奇亚飞船的攻击 幸好尤巴等人及时赶来 敌人才最终被消灭 尤巴则在关键时刻迟援了翻艇 并帮助裴吉特人重新夺回了翻艇的控制权 虽然不知道裴吉特人计划的具体细节 但纳乌西卡还是拼命返回了风之谷 而在降低高度后 他发现云层下的土地上竟然布满了愤怒的蝗虫 借助照明弹的光芒 他看到了那个被裴吉特人抓获的小蝗虫 而人类这种卑鄙的手段 让从未伤害过森林的纳乌西卡悲愤交加 于是他不顾族人的阻拦 只身驾驶华翔翼 试图阻止裴吉特人的卑鄙行径 纳乌西卡义无反顾的决定 最终吓住了飞行器上的炮手 而舍身跃上飞行器的他 也成功救下了小蝗虫 只是受伤的幼虫早已不再相信人类 他不顾纳乌西卡的阻止 准备强行进入充满腐蚀液体的酸糊 虽然脚步受伤的纳乌西卡 试图将对方拦下 但他却因力量不够被缓缓推到了湖中 再次受伤的纳乌西卡 发出了痛苦的惨叫声 而小蝗虫也似乎理解了他的意图 并最终平静了下来 就在纳乌西卡接受小蝗虫的善意时 蝗虫大军已经绕过酸糊 朝风之谷冲去 而他健壮立刻命令 培吉特的士兵将他带到阵前 此时 护夏娜已经得知了此事 他一边命令参谋抵抗 一边准备提前唤醒还未完成的巨神兵 起初 士兵们纷纷开炮攻击 但他们很快便被来势汹汹的蝗虫吓得溃散逃离 而被库夏娜唤醒的巨神兵则实力惊人 他一炮就消灭了大片的蝗虫 可由于没有完备 他只攻击了两次便化为了一滩烂泥 就在所有人深感绝望之际 飞行器将纳乌西卡和小蝗虫 放在了所有蝗虫大军的前方 但已经失去控制的蝗虫大军却横死而过 并将纳乌西卡撞飞了出去 此时尤巴也带着众人折返 在看到纳乌西卡生死命运后 他忍不住与风之谷的居民们一起落泪悲泣了起来 可让大家惊讶的是 蝗虫的红色海洋中突然有了蓝色的微光 而随着蓝色光芒的扩散 所有蝗虫都逐渐平静了下来 在蝗虫大军的中央 小蝗虫静静地守在纳乌西卡的身边 一只只蝗虫则随即伸出了触须 无数金色的触须如同波浪一般 缓缓将纳乌西卡拖上了半空 在这股神奇的力量下 纳乌西卡竟然起死回身 而随后发生的一幕也如同传说一样 身着蓝色衣服的圣者降临在了金黄的原野上 最终随着蝗虫大军退回森林 深受触动的库夏娜也带着自己的手下离开 而风之谷的居民随即接纳了失去故土的培吉特人 大家按照纳乌西卡之前的方法 开始用深井水灌溉被重新栽种的植物 而阿斯贝鲁则拜尤巴为师 并陪着纳乌西卡一起守护着这片世外桃源 感谢观看